大家好,我是CC,欢迎收看本期创意汽车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 首先,你买的是自动挡,想要手动挡的驾驶乐趣基本是不存在的,简单和操作乐趣是不能共存的两种东西。 想要驾驶乐趣,平时开个D挡,潇洒一下就行了。 自动挡在你开启手动模式后,或者把挡位推到M挡,它也只有降挡和升挡两个选项。 自动挡的车是可以自己选挡位的,而且它的变速箱模块还是会对驾驶员进行操作干预,只有操作模块觉得可行才可以。 这就像你在你老婆面前拥有决定权,如果你的决定和她的相同,那么你说了算,如果你和她的意见不同,你老婆说了算。 它这个干预就像在发动机转速过低的情况下,你又没有及时降挡,变速箱就会自动降挡,以防止汽车熄火。 如果这个时候你偏要逆着发动机的想法来挂加挡,那变速箱就直接会不理你,你随意挂挡,听你的算我输。 所以这个实际的操作感受和手动挡是完全不一样的,那它这个手动模式是干嘛用的呢? 轮胎打滑或者车辆被困时可以用,一挡不容易脱困,你就可以手动升到二挡试一下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